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用几个盆子 种几十棵下山庄 这几天挖了不少三个木 有很多朋友就说了 大哥你是不是没地方种了 拿过来我帮你种 大哥费心了不用啊 虽然我楼顶不大 但是种这几十棵 三个木还是有地方的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用几个盆子 就种几十棵三个木 因为三个木 一般不会太大 一个盆子种几棵呢 轻轻松松了 一个盆子里面种几棵桌 会不会影响成果呢 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肯定没有每一个盆种一棵好 但是非常时期 非常操作嘛 多了地方少了 没办法的 虽然说有影响 但是影响会多大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一直来 三个木下山庄 这些不大的 我都是用好几棵 种在一个盆里面的 一直来都这么种 成果力呢 我个人感觉呢 也是能接受的 下面呢 就看我操作 其实种下山庄不难 如果你没什么经验呢 认真看一看 总会有收获的 这个视频的时长呢 比较长 我都三倍加速了 都有几分钟 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 关于种下山庄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首先呢 就是关于种下山庄用什么土的 我这边呢 一直用的都是核砂 听清楚了 是核砂 实在找不到核砂那种机制的 拿来做建筑的那种山庄呢 也是免钱可以用的 但是海沙呢 是一定不能用的 不要再来问海沙行不行 有些朋友呢 又会问 我分不出哪些是海沙 哪些是核砂 大哥 我也分不出 嘿嘿嘿 还有些朋友会问 这个核砂要用粗的 还是小的 还是大的 还是中的 粗的 小的 大的 中的 都没太大问题 只要你不是拿 鹅卵石来种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呢 有会说 核砂不够保水 够保水的 放心用 更有一些朋友来问 下山庄 要不要套袋 要套袋的大哥啊 你看完我视频了 我后面会套袋给你看的 现在有一些已经 残了磨了 残磨的就不用套袋了 又有一些朋友问 套了袋之后 以后这个盆还要不要浇水 大哥啊 你种的是植物啊 是树啊 不是一两天就搞定的 往盆井种下山庄呢 它是一个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的事情 是一个不是你送它走 就是它送你走的一个事情 对于盆井爱好者 最好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能让一棵树送你走 这样你这棵树才能种得久 这么长的时间 肯定是要浇水的啊 你套袋都要浇水 你看到这个沙快要干了 就给它浇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 每一次浇的时候 看到快要干了就浇 浇的话一定要浇透 上次呢 又有一个朋友来问 在拿开这个保鲜袋浇水的时候 这一点点时间 会不会影响这个下山庄成活 哎 大哥啊 我只是一个种树的 一个网盆型的 不是科研的 拿开塑料袋浇水 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它会不会影响成活这个事情 真的不是我能研究得出来的啊 你研究了这么几次的吗 啊 还有一个很多人会问到的 下山庄套袋了 或者缠磨了以后发霉了怎么办 我就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人的庄会发霉 在我这边种基本就不会发霉 因为这个庄你种好之后 一定要搬到那种通风阴莲的地方 通风了 它就很难会发霉的 还有你用的这个生根粉 多精灵这些呢 它也会阻止这个霉菌的发生 就算你不信 真的有树桩发霉了 你用手啊 或者用纸巾啊 或者用点什么给它擦掉就可以了 这个是霉 不是霉毒 不会传扬的 如果抹掉了 又会发霉回来 那你就把你的塑料袋拿开 让它稍微通风通风 让这树桩稍微干一干 就不会发霉了 实在不行 那你往树桩上面呢 浇一些这个落金磷水 说实话在我这边 纵巾上装基本很少发霉的 就算偶尔有一点点发霉 如果不多的话 不管它问题也不大 还有人问套袋怎么套的 套袋就这拿个塑料袋 往下面一套就搞定了 好简单的 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 弹模也是拿个保鲜膜 往上面一缠就搞定了 像我这样这个树就种完了 然后搬到英联通风光线好的地方 拜拜 拜拜